出狱当天,丈夫就要跟我离婚。她说白月光已经等她太久了。我失笑,你还觉得两年前是我推得肃然,才害她摔下楼梯的。丈夫沉默片刻道,然然已经不怪你了。 入狱两年后,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袋从那扇铁门中走出来。昨天晚上欲有嘱咐,对于过去,千万不能回头。可我食言了,过去失去的太多,我不能忘。宋玉铭换了新车,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。车里是杨甘菊的香味,我深吸一口气,恍如隔世。我想去买身衣服。 我闷闷开口,身上的衣服还是两年前的款式,红色的连衣裙有些旧。宋玉铭恩了一声,开车带我离开了这里。到了商场后,我挑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,导购的小姑娘一个劲地说版型问题,我只是笑。 看着镜子里那条连衣裙松松垮垮挂在身上,我知道是我太瘦了,根本撑不起来。但我还是买下了它。 就像当初,明知道宋玉铭心里有别人,还是跟他结了婚。我是个认死礼的人。宋玉铭的目光很快把我打量了一遍,嘴唇如冻灼想说什么。 要是放在以前,他会直接说,苏莫,这件衣服不适合你。可他什么也没说,拿出卡提我付了钱。 至于那件红色的旧连衣裙,我跟宋玉铭出奇的一致,都不想要它了。 那是两年前,我入狱时穿的衣服,是特意为宋玉铭生日准备的。当初它红得很好看,我只看了一眼,就付钱买走了它。可真是讽刺。 之前有多绚烂,现在就有多颓败。回家后,宋玉铭双腿交叠,他抿着唇,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 很快,他开口了。我们离婚,财产分割我找了律师,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。 他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道,原因。 即使知道原因,可我还是想听他说出来。 然然等我太久了,我不想辜负他。 他眯了眯眸子,避开我的眼神。 我看到他的眼神中,好像有挣扎。 初遇第一天,我的丈夫跟我提出离婚,我并不伤心。 可能两年前被伤透了,也就麻木了。 你还觉得两年前是我推得苏然,才害他摔下楼梯的? 我闹闹着,不是解释,是在陈述一个事实,一个明明被冤枉了却,无力反抗的事实。 宋玉铭沉默片刻后,淡淡地说了句,事情都过去了, 然然已经不怪你了。 是啊,苏然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,怎么还会怪我? 的确,爸爸爱他,你也爱他,他还有什么理由怪我呢? 我勾了勾唇,声音冰冷。 明明苏然的妈妈是小三,明明是她抢走了我的爸爸,占据了我丈夫的心。 苏默,宋玉铭沉声,怜名带姓地喊我的名字。 我看到她眼底的脑溢,不像那时候我刚跟她结婚,她喝醉酒抱着我喊我,小莫。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我的名字,像泡沫,泡沫多脆弱,一碰就会碎。 还是苏染这个名字好,冉冉升起的太阳,阳光向上,难怪人人都爱她。 可她想轻易让宋玉铭离婚,现在还不行。 我不同意离婚。 我平静地说道,我忘不了在监狱里的日日夜夜。 忘不了苏染得逞的丑陋嘴脸。 更忘不了宋玉铭袒护她的姿态。 我怎么进监狱的? 是苏染陷害了我,我的丈夫宋玉铭出庭作证,两个人携手把我送进了监狱。 所以,哪怕对宋玉铭毫无感情,我也得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 什么时候结束,我说了算。 她苏染只能当见不得光的小三。 我跟宋玉铭的谈判,被一通电话打断。 这个话题也不了了之。 我知道这通电话是苏染打来的。 我出狱第一天,她就急着窜多宋玉铭跟我离婚,这是有多急不可待。 不过她从小就这样,只要是我喜欢的,她都寄予。 甚至帮着她妈,赶走我妈。 苏染跟她妈妈太像了,骨子里透着掠夺的恶性。 最后,她们母女赢了,得到了我爸,还有属于我的一切。 可是,我不能输。 至少为了妈妈。 她太可怜了,被赶出家门,患了抑郁症,以自杀结束了一生。 一个人孤零零死在了空旷的房子里。 第二天,苏染约我见面。 午后温暖的咖啡馆,我俩坐在露台的藤椅上。 她跟以前一样漂亮,长发散在身后,穿着飘逸的衣服,走路都带风。 这两年,在宋玉明的保护下,过得不错。 姐姐,你这两年过得好吗? 她一脸无辜地眨了眨眼睛。 我冷笑,这句话无疑是一把利刃,戳得我血流成河。 你不在的两年,玉明一直照顾我,姐姐不会吃醋吧? 说完,她俏皮地歪着脑袋,眼神何其无辜。 找我有什么事? 我问道,不想跟她浪费时间。 苏染也没有拐弯抹角。 那我就直说吧,我希望你跟玉明尽快离婚。 我们会给你足够的钱,不管以后你在国内还是去国外,保证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 这件事情还轮不到你跟我谈。 卑劣的插足者,不配开口。 你们已经没有感情了,在一起就等于互相折磨,有意思吗? 苏染眉头一皱,清纯的小脸蛋睁大眼睛质问。 真好笑。 突然,我就想通了,两年前她也是这样,故意在我面前挑唆。 说她跟宋玉明的感情深厚,还说他们两个已经发生了关系。 当时的我被激怒了,控制不住情绪,拉扯中中了她的陷阱。 宋玉明赶来的时候,正巧看到她从楼梯上滚下去,医生检查的结果是苏染身上多处骨折,还摔伤了手骨,这辈子都不能弹钢琴了。 她妈起诉了我,我爸更是怒不可遏,我的丈夫作为目击证人,大家携手把我送进了监狱。 我想辩解,可无力反抗。 而现在,我拿起咖啡,泼了她一脸。 咖啡顺着她白净的脸颊留下来,弄花了精致的妆容,长发也粘在一起。 洁白的连衣裙胸口有一大片污渍,样子狼狈,顺眼多了。 我真是见不得她,她是最没有资格让我离婚的人。 有意思,至少比当小三有意思。 我笑到,整了整身上松垮的连衣裙。 苏染脸色刷白,她猛了,再也戴不住脸上虚伪的面具。 她站起来,抬起手想打我。 我抓着她的手腕,反手一巴掌。 看着她脸上明晃晃的五指印,我笑了,不装了。 想打我,还以为我是两年前的苏默。 苏染,别再来招惹我。 说完,我转身离开。 身后,是她打电话撒娇求救的声音,我知道她一定是给宋玉明打电话了。 真是滑稽又可笑。 都是成年人了,还耍小孩子把戏。 晚上,宋玉明回来了。 我以为她是来兴师问罪的,苏染娇滴滴的声音她从来都受不了。 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她那边。 但是我错了。 宋玉明给我请了一个保姆。 当晚,保姆做了一大桌子饭,鸡鸭鱼肉样样都有。 我吃了很饱,撑得胃难受,最后去卫生间,抱着马桶,吐得T4横流。 又没人跟你抢,吃得这么急。 宋玉明皱了皱眉,伸手给我拿了注消化的药,眼神跟卧室昏黄的光一样温暖。 我把药放在嘴里,没有喝水就咽下去。 这是在里面练出来的绝活,以前总以为会卡到,可实际上当身边没人照顾你,一切困难都是矫情。 宋玉明不知道,这是吃了两年劳饭,味蕾十分想念刺激的食物,可谓受不了。 他的眼里只有苏染,当然不会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 如果你是为了苏染的事来质问我的,那大可不必,以后管好它,别来招惹我。 我恢复情绪,冷冷地看向它。 宋玉明一愣,眉头紧皱,长长地舒了口气,什么也没说。 当晚,她没有跟我睡在一起,说自己有工作要处理,去了书房。 直到我睡着,她都没有来。 半夜,关门的声音吵醒了我。 我睡得很轻,一看,表两点多了。 大约半小时后,苏染就发了一条朋友圈,一大堆烧烤美食的照片,配文,谢谢你,安慰我。 我把图片放大,一眼认出宋玉明拿烤串的手,无名纸上她戴着我们的结婚戒指。 我的丈夫半夜跑去给别的女人买烧烤,还陪她一起吃。 安慰她什么?被我泼了一身,还是被我打了一巴掌? 苏染应该很得意,我能想象得到她现在笑得多开心。 第二天,我收到了宋玉明发来的消息,嘱咐我按时吃药,还说帮我预约了体检,要陪我一起去。 我还以为她恨不得我消失在这个世上呢。 我站在浴室的镜子前,看着自己瘦弱的身体,双手从脸颊一路向下,摸着凸起的锁骨,然后是胸前的肋骨,直到平坦的小腹上。 两年前,我曾经无数次期盼我和她的孩子。 可是,颤抖的手平复后,我给宋玉明回了一条消息,提检我自己会去的,不用你赔。 我再也不是两年前试试依赖她的苏默。 接下来,我要一点一点把属于我的东西,全部夺回来,他们享受得实现到了。 我妈出身商业大家,出嫁的时候,老爷姥姥陪嫁了一些公司地皮,我妈一直攥在手里。 她自杀后,把这些留给了我。 在监狱这两年,我找了早年跟在我妈身边信任的人,掌控着核心产业。 至于其他公司,我心有余而力不足,我爸趁机侵蚀了一些。 这些年,她的生意能做得风生水起,一来是靠妈妈的陪嫁,二来是靠妈妈娘家的背景关系。 偏偏这样的人没有半分感激,在自己成就了事业后,就开始在外面养女人,生了私生女。 我打电话找到林河。 我们见一面。 林河比我大十岁,是我妈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。 这些年时常去监狱看我,在我爸身边折服。 苏小姐,这些是我这几年来收集到关于您父亲出轨时的证据,还有受贿的倒卖公司股份的证据,您过目。 林河拿来厚厚一叠资料,我随意翻了几页,笑了。 谢谢林大哥。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,是我反击我爸他们一家的开始。 不客气,苏小姐。 林河输了口气,您能重新振作起来才是最要紧的。 谢谢。 这两年在监狱,多亏了林河照顾,我才没有这样狼狈。 下午的身体检查,林河也非要带着我去。 她说我妈对她很照顾,现在她想还给我。 我推脱不掉,同意了。 但我没想到刚检查完身体,就在医院门口遇到了宋玉明。 她看到我跟林河,愣了。 苏默。 她的声音一沉,我清晰地看到她眸底的狐疑。 这就是你不需要我赔的理由。 她眉头紧皱,脸上的不快毫不掩饰。 随你怎么想? 我懒得解释,扭头对着林河笑,林大哥,你送我回去吧。 好。 林河没拒绝。 我连看都懒得看宋玉明一眼。 晚上宋玉明回家,她扯了扯领带,走到卧室,坐在床沿,松沫,我们谈一谈。 可我今天跑了一天,累了。 所以我装睡,没有理会她。 我听到宋玉明轻叹了口气,房间里静悄悄的。 当初我知道宋玉明跟苏染的事,也想跟她谈谈,可她呢,除了沉默还是沉默。 呵,何其讽刺。 终于,在我出狱的第二周,我爸约我见面。 妈妈去世以后,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 那个所谓的家,已经被别人占据,我不屑回去。 她约我在外面见面,本以为是亲人之间的嘘寒问暖,没想到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指责。 也是,我开始联系我妈以前的老部下了。 她开始着急了。 小莫,你突然要收回那几个公司,到底是为什么? 最近缺钱吗? 冷若冰霜的话,披头盖脸地砸下来,我麻木到毫无感觉。 相比在监狱,我听到过玉霸更恶毒的话。 两年没见,爸爸还是老样子。 我笑着,起身给他面前的茶杯里,倒满了茶。 这是大白茶,妈妈最喜欢的,说一年茶,三年药,她帮我爸一直泡这个,说是能消炎去火。 我给他倒上,让他消消火。 毕竟接下来要做的事情,会让他上火。 我不缺钱,就是想拿回妈妈给我的东西。 我淡淡说道,目光停留在我爸脸上,不放过他每一个神色变换。 你一个女孩子家,还坐过牢,公司交给你我实在不放心。 不满你说,我有几个大项目在推进,要给你接手,也得等项目结束后。 他仰头喝进了手里的茶,茶杯放在桌子上,声音很响,似乎是在警告我。 我轻笑,我又不是傻子,等项目结束,公司的钱早就被他转移了,到时候我拿回来的都是空壳,可能还会负债。 爸,我是年轻,但我什么都可以学,或者您先看看这些东西怎么样。 我虔诚地说道,从包里拿出一搭照片和资料,都是我让林河准备好的。 他本来不屑看,但瞟了一眼,脸色猛地沉下来,他拿起文件在手里越看,脸色越难看。 到最后瞪着我,如果不是我躲得远,我怀疑他会当众甩我一巴掌。 苏默,这些东西你哪里来的? 他站起来,脸色煞白,整张桌子都在抖,但我丝毫不怕。 我没站起来,只是仰着头看他。 你不用知道证据是哪里来的。 当年你公司快要上市的时候,妈妈已经掌握了你出轨的证据。 这些年,你给苏染母女的房子、车子、包括钱,都是你跟妈妈的共同财产,她可以随时要回来。 我爸的眼神开始闪烁不安。 他知道这些东西足以让他身败名裂,只要把这些公之于众,崩塌的形象对公司没有一点益处。 但是他没有,最后他还是心软选择继续保护你好丈夫的形象。 结果是什么? 被赶出家门,最后才会得了抑郁症自杀。 妈妈留给我的东西,你们已经白白享用了这么多年,该还给我了吧。 我笑着,眼眶却红了。 我一直以为我妈软弱,才会被苏染母女欺负成这样,现在才明白,她是太爱她了。 一个女人爱错了人,比什么都可悲。 我妈为爱情付出了生命还不够,在她去世后,我爸还在吸血。 属于我妈的东西,也该物归原主了。 我爸的身体晃了晃,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,晚节不保并不划算。 工程身退,对她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 爸,我想您不会不同意吧? 如果您还是不同意,可以再看看您这些年自己公司的财务作账报表,挺有意思的。 两年? 我足足隐忍了两年。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,即便坐在我面前的是我爸,也不行。 你,你,她眼神中似乎有泪。 可我不信她对我妈能幡然悔悟,心存愧疚。 毕竟对于我这个女儿,她当初送我进去没有留半分情面。 良久,她叹了口气,我会派人跟你交接的,这些东西的原件我希望尽快看见。 她脸色阴沉,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 说完,她拿起外套和包要离开。 临走前,她停下脚步,转头看向我,那种眼神是我见过父亲对女儿最冰冷无情的,还透着不屑和鄙夷。 苏默,你真是我的好女儿,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,别忘了当年你是怎么才嫁给宋玉明的。 我还以为你会改邪归正,但你都能对自己的妹妹下手,怎么还会顾及我们妇女之情呢? 我笑着起身,以最恭敬的态度,说出最恶人的话。 还是爸教得好,我有今天的手段,多亏了您的言传身教。 一声俱响,是摔门的声音。 我成功地弃走了我爸。 心满意足地坐下喝茶,茶不错,不应该浪费。 妈妈要是在天上看见了,应该觉得爽快吧。 她的东西不应该在小人手里,会变脏。 苏染发了很多消息给我,字里行间写满了粗笔恶劣。 我怀疑她出国留学,去的是索马里。 可能是爸跟她说了些什么,也可能是宋玉明还没有跟我离婚,她变得暴躁不安。 她好像不打算在我面前装成柔柔弱弱的小白兔。 看她一直骚扰我,我烦了。 我发了一条信息过去,再发我,我就截图给宋玉明看。 微信那头沉默了。 很好,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 让她亲身体验当初我的感受,这种惩罚远比亲手去夺药过瘾。 回到家后,宋玉明给我找的保姆已经做好了晚餐。 起先,我吃荤腥的食物会吐,她就一点一点地加,让我有个适应的过程。 她见我总是看着窗外发呆,就主动说起她家里的一堆糟心事。 人啊,总是能在痛苦中找到共鸣。 那天,林河打电话过来找我,说她已经把手下的公司资料全部准备好了,让我过目。 我爸的速度还挺快的,或许是怕我真的不留情面曝光她。 我心情不错,让林河直接来家里找我了。 苏小姐,这些都是公司的总账,内容比较多,您可能需要整理一段时间了。 该总结的东西我全部准备好了,您到时候看看。 林河很细心,她还特意带来了盒饭,还有,我听夫人说小姐最喜欢荷包蛋,我特意让人做了一份。 荷包蛋,我妈以前在的时候经常会给我做。 只是现在,我挣了挣,谢谢。 我拿起筷子尝了一口,跟我妈做的味道不一样,但真的有心了。 我眼眶微红,我想以前了,我想我妈了。 苏默,现在你都敢把人直接带回家了。 墨地,宋玉明的声音响起,我抬起头对上了她的眼睛,她正狠狠地扫过林河,薄唇紧敏,神情复杂地看向我。 最后,还是她先开了口。 林河挡在我面前。 林河,你先回去吧,有事我再联系你。 我刚让林河离开,宋玉明扣住了我的手腕,把我抵在玄关处,苏默,你这样有意思。 不是不愿意跟我离婚。 人都找到了,还不愿意跟我离。 离婚吧,条件你想怎样都可以。 她阴沉着脸,怒火几乎要从她的眼底喷涌而出。 可笑。 她有什么好生气的。 我勾唇笑了。 离婚可以,我想听听为什么一定是苏染。 她喜欢苏染,很喜欢,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她眼里好像看不到对苏染的深情。 我好奇苏染究竟做了什么,让她费尽心思和我离婚。 你不懂,苏染对我有救命之恩。 嗯。 见我不明所以,宋玉明继续道,高中游学,我突发过敏性哮喘,是苏染碑。 我去的医院,一个那么瘦弱的女孩子背着我去了医院,我真的很感激她。 她皱着眉,所以,我不会放弃她,是我欠她的。 我的心沉得发冷。 能想象得出,大力局中喘不上气来的少年,还有瘦弱的女同学。 真想笑啊,笑宋玉明是个十足的傻瓜,她一向这么精明,到头来认错了人。 那年游学,跟她一起去公园的是我,就她的是我。 至于她认定的那个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,苏染。 见躺在地上一脸惨白的少年后,吓得撒腿就跑了。 这是对她的惩罚,有眼无珠,爱上了一个卑劣的小三。 所以,我不打算告诉她。 说得真感人,可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。 我轻吃了声,对上她的眼睛,我说了,什么时候离婚,我说了算。 我对她心如死灰,但也要完成我的计划后,才能全身而退。 那她呢? 你这两年在监狱里,你们一直保持联系。 她铁青的脸色,紧敏的唇,怒气叫嚣着喷出来。 是,我不否认,清冷地扫过她诧异的脸。 宋玉明,别摆出这副模样,被苏染看到,还以为你对我,有爱呢。 苏默,别妄想。 她压抑着怒火,撇开眸光,松开了手。 你伤害了冉冉,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感觉。 她喘着气,看向我。 我笑了,笑容都透着苍白。 伤害,你亲眼见到我伸手推她了。 我是用的哪只手,左手还是右手,或是两只手一起。 宋玉明神色有一丝慌乱。 你什么都没看到,只看到了苏染从你面前的楼梯上滚下来。 她说什么你就信。 你是傻。 那我现在跟你说,那天是她故意设计自己滚下楼梯的,这才是事实,你会信吗? 我勾了勾唇,又说,更何况,苏染救了你,你真的搞清楚了。 她真的是你的恩人。 宋玉明沉默了,眼神闪躲。 似是想起了什么,然后无比坚定地说道,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了。 意料之中的答案,我笑了,神色淡漠。 挺好。 宋玉明一把夺走了我手里的遥控器,狠狠摔在地上。 也许是我对她太冷漠了,不像以前常常跟在她身后,满眼都是她。 她在发脾气,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结果,气得摔门走了。 哎,这就受不了了,这才刚刚开始。 接下来的日子,一切都很顺利。 我潜心处理公司的账务,又让林河帮我联系到公司元老,召开股东大会,很快拿回了被我爸侵占的公司。 并把我爸安插的重要职位全部都换成自己的人。 这段时间,我除了回家,就是跟林河在一起处理工作。 她帮了我很多忙,帮我把我妈留给我的东西全部都拿回来了。 其中还包括我爸大手一挥,送给苏冉打理的那个公司。 所以,苏冉去找宋玉明告状。 她开车,直接来公司地下停车场堵我。 宋玉明怒气冲冲,扫过我身边的林河, 皱眉看向我,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,别伤害冉冉,把公司还给她。 我冷笑,心疼了。 苏冉霸占我妈留给我的公司,我拿回我的东西,怎么就伤害苏冉了? 苏默,我可以答应你不离婚,但是公司,等等。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林河快速打断宋玉明的话, 轻笑,宋总,你怎么这么大的架子,哪跟你不离婚换公司? 你认为你值这个价吗? 我看到宋玉明的脸色极其难看,则,我心里挺爽的。 苏总,我送您回去,我怕有人说的话太脏,脏了您的耳朵。 林河往前走,挡住了宋玉明的目光。 好,麻烦林河割了。 我不再看宋玉明一眼,坐上了林河的车。 接下来还有太多事要做。 宋玉明只能搁置在一边。 一个月后,我上任那天,召开新闻发布会,媒体纷纷到场。 我邀请了我爸,苏染母女,他们应约到场,我想,他们大概以为我在监狱这两年,没见过什么世面,一定会出丑。 发布会结束后,我就让人公布我爸出轨的所有证据。 很快上了热搜,因为是实锤,所以舆论一股脑的涌进来。 我说谎了,我威胁了我爸,也没有把原件给他。 当年妈妈没能做的事,就让我替他来完成。 婚内出轨,还用原配的财产养女人和孩子。 做个人吧。 长得人模人样,呸,偏偏当出轨的渣男。 怎么有脸站在这? 哟,小三还带着女儿去参加人家的新闻发布会,不会也想继承母业,发扬光大吧。 一时间,铺天盖地的新闻全是围绕宿家的,我爸他们一家三口再次成为新闻焦点,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。 我爸一手经营起来的公司,股票一落千丈。 合作商同一时间找了不同借口撤掉合作,高昂的违约金压弯了他的腰。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。 意料之外的是,我爸在商场打拼这些年,人脉关系竟然脆弱得不堪一击。 苏染不停地给我打电话,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,他嘴里说不出什么好话。 在苏染不厌其烦地给我打了第三十个电话的时候,我接了,别着急,在家等我。 我还想看看他们的样子。 这是我离家十几年后,第一次回家。 记忆中装修清雅舒适的家满是颓败之色,家里值钱的东西应该都让债主拉走了。 空荡荡的房间,只剩苏染母女俩。 我想起很久以前,他们两人把我妈赶出去的样子,趾高气扬,下巴抬得高高的。 似乎是要把我妈踩到脚底下才罢休。 这才几年,风水轮流转了。 你来做什么? 苏染妈妈防备道,瞪着眼睛的样子,像是要咬人。 我笑着,不紧不慢开口,当然是来看看你们,看你们像不像丧家犬。 苏染妈妈气得浑身发抖,她应该还记得,当年她也是这样骂妈妈的。 现在她看上去,好像更狼狈。 也是,从天堂坠落地狱,当然看起来憔悴了。 你满意了吧? 满意了就滚。 她大吼道,如同大街上的泼妇。 苏染妈妈,颓然地瘫坐在地上,散落的发丝间已经有了白发。 她曾经很漂亮,用自己的美貌做资本,践踏一切,可以熬不过时间的摧残。 注意保养啊,你看你白头发都有了,我爸会嫌弃你的。 苏染冲上来,指着我,苏默,你好歹毒。 你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? 我妈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? 真可笑。 我歹毒。 你们真是厚脸皮,自己做了什么事还需要我再提醒你们。 我扑吃一声笑出来。 苏染朝我扑过来,我一闪开,她又扑空了,啊得尖叫了一声。 地板太滑,她的头恰好撞到了柜子上。 还有,别往自己脸上贴金,我可没有她这样的长辈。 我看着她额头上的血迹,没有丝毫同情,撕破脸,不用为了感谢我,行这么大礼。 门外有脚步声传来,苏染坐在地上往后退,哭诉,姐姐,我和玉明真心相爱,就算你打死我,我也不会放弃她。 她楚楚可怜,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,公司也被你抢走了,你还要怎么样呢? 苏默。 宋玉明快速赶到,她走到苏染身边,语气瞬间柔和了不少,我送你去医院。 苏染妈扑上去,使劲攥住宋玉明的手臂,眼泪跟珠子一样,咕噜咕噜往下掉。 苏染,你总算是来了,她拿走公司也就算了,还想打死冉冉,她好狠的心啊,坐了两年牢都没能改变心性,太可怕了。 苏染钻进宋玉明怀里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现在,爸爸的公司已经走到了尽头,强倒众人推,树倒狐孙散,别人见了苏家人都是绕着走,他们能指望的估计只有这位痴情的宋先生了。 这出苦情戏,真是精彩。 说我打宋染,有证据吗? 我冷笑道,宋玉明,我发现你挺好骗的。 苏染捂着头,气不成声。 我不想再看苏染做戏了,上前低头,似笑非笑,演技这么好。 你说,如果让宋玉明知道当初救她的那个人不是你,会多么戏剧。 话音落下,苏染不可置信地抬头看我,脸色慌张。 她怕是没想到宋玉明会跟我合盘拖出当年的往事吧。 有些真相,也该浮出水面了。 倒不是为了自证清白,而是这些真相会变成一把利刃狠狠地扎进宋玉明的心窝。 我爸和苏染母女已经得到报应了。 那么下一步,该得到报应的是她宋玉明。 说完,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宋玉明后,静止离开。 这套房子,怕是很快会被追债地找上门,不用我赶,苏染母女也必须滚。 过往的回忆随着我妈离世竟然消失,我也不必再有半点留念了。 回家后,我开始收拾东西,又让灵河帮我联系了律师。 宋玉明不是想离婚吗? 是时候该离婚了。 我收拾完东西正要离开,宋玉明赶回来了。 我们谈谈。 她抓住我的手,却被我提前预料到甩开,我看到宋玉明的脸色极其难看。 她皱了皱眉,小莫,你现在很讨厌我吗? 小莫,怎么换了称呼了? 这个时候,你不是应该再安慰苏染吗? 怎么跑回来了? 我勾了勾唇,看向她。 哦,对了,我已经让律师在你订离婚协议了,房子是我们婚后买的,一人一半。 你的公司资产我没有兴趣,其他的现金我也没有兴趣。 我见她的脸色1.1滴阴沉下去,嘴角微勾,所以,我们两清了,你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。 我顿了顿,到时候联系我的律师谈吧。 跟宋玉明,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。 宋玉明没想到,我这么的果决,情绪开始变得激动。 小莫,你说,我挺好骗,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? 哼,果然,但是我无可奉告。 这些利刃,应该是他亲自查清楚,然后再亲手插进自己的胸口才对。 我懒得多看宋玉明一眼,转头离开。 我在炼狱里待得太久了。 宋玉明,这一次该你下炼狱了。 三天后,宋玉明来办公室找我的时候,双眸心红,没有半点儒雅的气质,整个人胶着又激动。 我挑眉看他,将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推给他。 没什么问题,那就离婚签字吧。 宋玉明死死地盯着离婚协议书后,声音沙哑道,我不会离婚的。 他一字一顿地咬牙说出这句话,苏默,我不离婚。 我,什么都查清楚了。 宋玉明哽咽地看向我,深呼吸了口气。 我什么都知道了,我让人调查了游学时候的事,医务室的医生还记得我。 我拿了你跟苏染的照片给他看,他说,我笑,打断他的话,眯了眯眸子,泛起冷意,所以呢? 我还知道你在监狱里,怀了我的孩子,可是那个孩子,我,所以你知道,你是凶手。 杀死我们孩子的凶手,对吧? 我依旧笑着,云淡风轻,宋玉明,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,你怎么还有脸不离婚呢? 我不会跟一个杀害我孩子的凶手在一起。 宋玉明,他也是凶手,没有理由继续心安理得地活着。 挺好,让他亲手把利刃插进自己的胸口,我要让他自己知晓真相,让他愧疚,让他不得安生。 宋玉明被我一睹,整个人仿佛瞬间被抽干了力气,颓然极了,他死死地攥住离婚协议书,两久之后,慌乱逃离。 呵,可笑至极,自从那天以后,我半个月没见过宋玉明。 林河说,宋玉明不肯签离婚协议书,我也懒得管,让律师通知他要是再不签,我就直接起诉离婚。 我没再管他,打算去医院。 上次体检后,我去医院复查,医生建议我住院调理身体。 结果在公司的地下停车场,又见到了宋玉明。 他满脸憔悴,下巴上生出了壶茶,眼睛里布满血丝,仿佛转眼间老了十几岁。 对不起,对不起,宋玉明抓着我的手,喃喃地说,对不起。 我漠然地把手抽出来,世界上最没有用的话就是对不起。 除了能让道歉的人心里好受些外,什么都改变不了。 但我却不想让他好受。 医生说,我要住院调理身体。 宋玉明,除了离婚,我和你没有半点好说的,连对不起,你都不配说。 住院期间,林河一直照顾我。 宋玉明多次给我打电话,发信息,却被我直接无视。 林河告诉我,宋玉明多次来过病房,但是压根不敢见我。 对比之下,苏染则是胆大多了。 这天,苏染进了病房,恨不得吃了我,你和玉明说了什么。 他不接我电话,我落到今天,都是你害的。 苏默,你别想安宁,玉明是我的。 我面无表情,故意激怒他,要风滚出去风,你有今天,是你就由自取。 苏染气急败坏,冲上来想打我。 我冷笑,愤怒的他没听到门外的脚步声,而门外的宋玉明听到动静后,冲进来呵斥道,苏染,住手。 他快速上前,扯开苏染,满眼关心,小莫,你没事吧? 我看着他没说话。 苏染趁机抱着他的胳膊,追问,玉明,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? 你不是喜欢我吗?你忘了是他推我摔下楼的吗? 都这时候还在博取同情,我冷眼旁观看戏。 宋玉明甩开他,满脸厌恶,苏染,你骗我骗得还不够吗? 玩弄我的感情,我错信了你,竟帮你伤害小莫。 苏染摊在地上,崩溃大哭,玉明,你说过不会辜负我的。 我,我也生病了,你陪我去看病好不好? 宋玉明已经被骗怕了,扔给他几张钱,怒吼,够了,别让我再看见你。 苏染看着落到身上的钱愣住了。 伤害不大,侮辱性极强。 苏染落荒而逃。 被爱的人伤透心的滋味,不好受吧? 苏染,这是你的报应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宋玉明每天都在医院陪我, 对于我冷漠的态度也丝毫都不介意。 我的身体调理得差不多了。 外面的天气渐渐转凉,宋玉明把我从医院接回了家, 下车的时候温情地打横抱着我, 就像刚结婚我们最好的那段日子。 他变得很少去公司,有事没事就带我出去转, 要是重要的事情默不开身, 他会直接在我面前处理工作。 眼睛必须要看到我才安心, 我只是时刻催他记得签字。 我知道,我每提一次, 就是把刀往他胸口插得更深一分。 快入冬的时候, 林河给我发来消息, 公司一切运转良好, 顺便附带了我爸和苏染母女的消息。 我爸的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了, 他现在在一家公司做装卸工人。 苏染妈得了抑郁症, 每天都要大把大把吃抗抑郁的药。 苏染在一家餐厅当服务员, 已经换了好几份工作, 没有一份做得久的。 我合上电脑, 把这段消息删掉。 给林河留言, 以后都不用留意苏家人的事情了。 我跟他们之间的恩怨已经了结, 他们痛苦地过完后半生, 跟妈妈和孩子两条命相比, 还是不能划等号。 我不想去计较, 我累了。 宋玉明裹着厚厚的大衣从外面回来, 头上肩膀上落满了血。 他从怀里掏出烤红薯, 献保式地塞进我手里。 曾经, 他在深夜为苏染买烧烤, 现如今在雪天给我买烤红薯, 他在尽量表现有多在乎我。 可越是这样, 我越不稀罕。 我把烤红薯扔在地上, 它们像烂泥一样, 没了形状。 他站在我面前, 久久没有说话, 然后蹲下来清理那些黏乎乎的东西。 宋玉明,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, 这么待下去就是互相折磨, 离婚吧。 我不要他的补偿, 我要他带着愧疚过一辈子。 他慌了, 蹲在地上紧紧握住我的手, 眸子里全是慌乱。 不是的, 不要离开我。 这种眼神我见过, 两年前苏染被医生诊断出不能继续弹琴的时候, 他就是这种眼神。 他心里开始有我的位置了, 但我已经不需要了。 小莫, 我错了, 再给我一次机会, 让我照顾你好吗? 他换我小莫, 用曾经亲密的称呼。 他攥紧我的手, 眼神炙热慌乱, 两年前的那件事是我不对, 我没有看到你忒苏然, 我只是看他从楼梯上滚下来, 我着了磨得信他的话, 是我亲手把你送进了监狱, 是我害死了自己的孩子。 他的泪水落在我手背上, 滚烫害人。 原来他也是会哭的, 原本我以为他这样冷静自制的人是不会有眼泪。 你终于承认自己错了, 真不容易。 我推掉他的手, 这件事情有始有终, 总算是明朗了。 小莫, 我, 我知道你可能不会信, 我爱的人只有你, 从前是我眼下错把苏然认成你。 我对他的喜欢更多的是感激, 不要和我离婚,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 他红了眼, 跪下祈求。 宋玉明, 我吃笑, 神情冷下来, 滚吧。 最后, 宋玉明真的滚了, 他去自首了, 两年前那件案子, 他出庭做了伪证。 他进监狱服刑之前, 给我打了电话, 我没有接。 小莫, 我不奢望你能原谅我, 是我对不起你和孩子, 我为过去犯的错熟罪, 照顾好自己。 我删除他发来的短信, 拉黑号码, 以后我都不想跟他有任何联系。 我去看了妈妈, 这几年没有人来祭拜, 墓碑周围长满了杂草, 杂草开出的小花脆弱又美丽, 我没舍得拔掉, 就让他们陪着妈妈吧。 我给我的孩子见了作目, 就在妈妈旁边, 这样他们就不会孤单了。 我去法院诉讼离婚, 判决生效, 我和宋玉明再无瓜葛。 第三年清明, 我去扫墓时看到墓碑宋玉明跪着的身影。 如今, 他只是陌路。